保理町的卡白順政府1,800公斤 都明以新劉奉地的方式 奉用大量的泰国陶杉 来庆祖福祉礼 不过泰国陶杉是这台新劉 每年底都需要替他们盘处 驾变航海希望 营处主阿山社区基盘一场帮助予農夫 盘处的外人 好庆祝作回路产 领五贵鸡的陶杉 提供卡白順 散入一期新劉奉地的心态 卡白順是保理町重要生涯一日 为了方法受的危害 人民使用生物风亭的方式 来保护产地困境 生产无论健康的卡白順 主要是因为目前我们台湾在推动食农教育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消费者 能够知道我们交白损的 除狐售楼方式是透过生态 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狐售楼危害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试过包括乌锅鱼 包括蝴柳 包括养鸭 最后发现这个泰国头山 它可以除得我们福寿罗 为了要保护产年红作肥 每年接近冬天 要尽量卡白顺穿起的红作 将产年的红作肥来抓抓起来 必须不用天气太冬死亡 这次安排民众亲主来提供 帮助红作肥来拔出 我觉得就是很难走 我抓到一只很大的乌锅鱼 因为这个平常他们都会接触山西 可是学校有带入食农教育 所以今天让他们来这边体验 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看小朋友 然后在那边抓鱼啊 抓那个无锅鱼也很好玩 对 然后让他们远离山西 然后接近大自然 台湾四十位民众亲主保命体验 第一次在餐厅 给到大月五个月 泰国附杀 除了了解卡白顺穿的三业 还有生物风亭的生态 特地来提供学习 就我之前从台湾市副市长退下来 我就是在台中和平达官部落 是泰雅族的部落 我们在那边推长照的工作 那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推地方创生 那有很多年轻人都返乡 那这次看到这样的一个 生态共生的一个做法 其实非常有创意 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以推广 保理顶主要三社区 去办办做 共作与拔厨的体验活动 提供是能够用 好民众亲主食材 虚材共生的优先農业 继续欢迎观察方报导